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向前走 我是孟琪 決戰2020 今天已經是倒數87天了 今天也是韓國瑜韓市長 放寒假趴趴走的第一天 韓市長一請假 就馬上甩開這個遲到王的封號 非常罕見 提早了20分鐘來跑行程 看來是活力全開被來酸總統 韓國瑜第一站就到 蔡英文總統的故鄉屏東去 還嗆下小英要比照他參選的模式 一起來請假參選 說要來一場君子之爭 總統回應這樣子的提議 真的是太荒謬了 總統府更說 沒有想到對藍穎來說 把請假不管市政這件事 當作是美德 國民黨的神邏輯 我們等一下要請來賓 來為我們大家分析了 那另外呢 韓國瑜現在要專心選總統 但是競選總部的主委 也沒找到人 在東主席 五頓一的說 他實在受不了 真的沒辦法啦 這是判韓國瑜的選情死刑嗎 另外選舉勝沒幾天 假消息卻越來越多 蔡英文只是到動物醫院 去開直播 結果被韓粉黑成 有百人陪蔡英文的貓咪 去看醫生 好 這真的非常的離譜 好 更扯的是 這個臉書社團貓咪也瘋狂 還被大量的檢舉 檢舉到這個社團必須要關閉 好 讓版主真的很難過 很心痛 好 到底是誰在背後搞鬼呢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討論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 今天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 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是民進黨新北市議員李坤城 鳳其好 大家好 好 我左手邊是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張宜珍 大家好 我是張宜珍 好 再來是政治評論員余美美 鳳其好 大家好 好 最後一位是 新北市立委參選人張明佑 主請大家平安 好 大家好 我們要趕快來看的是 韓國瑜放寒假的第一天 選擇到國境之南 也就是總統蔡英文的 故鄉屏東去跑行程 好 照鏡意味非常的濃厚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稍早的畫面 韓國瑜提早約半小時 到屏東最南端的 鵝鑾筆保安宮 一下車就受到支持者 揮舞國旗喊當選 大台包仲 進到廟裡參拜 一聽到包仲這兩個字 更是喜心於色 致詞的時候還強調 這一趟全台傾聽之旅 是走樹迷路線 今天來到臺灣最南端的 北京公文廟 作為2020年競選的第一個行程 意義重大 代表我們韓國瑜及團隊所走的路線 完全是基層庶民的路線 打工 韓國瑜下鄉第一站 國民黨副主席曾永泉 以及參選屏東第一選區地委的 葉壽山就到場立挺 至於參選第二選區地委的 屏東縣議長周點論的女兒周家綺 也在第二站跟韓國瑜合體 一起聽取民眾 對橫川觀光產業的聲音 韓國瑜老調重談 再提國際大機場 韓粉大喊口號 差點影響韓國瑜接受聯訪 他再次要求總統蔡英文請假選舉 總統請假是我們的建議大家恢復到最原始最單純 而且完全不會動用國家資源的情況之下 大家完全單純地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韓國瑜的傾聽之旅 從最南端的鵝卵筆出發 走過恒春再到六堆夜宿小琉球 如影隨行的寒流 能否複製去年高雄市長選舉模式 發揮母雞帶小雞的作用 格外引人關注 好首先我們先來請教一下瑞德哥 這個韓國瑜之前一直被稱作是持客模 不過他今天請假第一天 剛才我們看到看起來精神很好 而且他還罕見提早了20分鐘就抵達了 這是怎麼回事啊這個瑞德哥 因為他之前為了日本客人遲到 所以呢包括李嘉芬 因為高鐵趕不上 所以這個讓馬英九跟吳敦義沒辦法合體啊 所以持客模就刻印在他們夫妻的身上 所以這次呢第一天含假作業 所以呢那麼一定不能遲到 所以提早刻意提早了20分鐘來 這是好事啊 那麼也希望以後呢其他很多的行程 本來就不應該遲到了啊 那麼他對韓國瑜來講 那麼倒數第87天 為什麼要這個時候乾冒大不會 那麼請這個三個月的假 明知道在台灣的地方自治史上呢 那麼當選第一任的這個縣市首長 在當不到這個十個月的情況之下呢 馬上就請三個月的假 明知道會被人家批評 但是他就表示沒報啊 因為在第44個民調於昨天這個揭曉以後呢 是第44個韓國瑜呢 大輸給這個蔡英文啊 而且也包括啊這個蘋果日報的民調呢 甚至於跌到了16% 而韓國瑜那麼跌到了很可怕的死亡交叉線 也就是25.1% 這個非常的危險 因為跌破了25在頂高級藍綠對決的情況之下呢 當年洪秀柱就是這樣子 最後結果被換掉的啊 那所以韓國瑜呢急了 那麼就他可以發現蠟燭兩頭燒 如果繼續當高雄市長的話呢 繼續禮拜一到禮拜五專心市政的話的結果呢 很可能啊沒有辦法去全國跑透透 那不過呢這個韓國瑜市長啊就祝福他啦 希望你87天的寒假作業能夠寫好寫滿等等啊 那但是呢一起手勢就講錯話 為什麼呢 我現在講的不是那個要求別人跟他一樣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跟你一樣啊 那放下所有的國政市政 然後就只為了自己的選舉 不是的啊 一起手勢就講錯話 他來到了什麼地方 他來到了國境之南10年前啊 國片重啟這個起死回生的海角7號拍攝的地點啊 也就是鵝蘭比墾丁這個地方 那麼來到了恆春半島了以後呢 他又一有所指的說 因為這是庶民庶民的這個選舉啊 所以要從台灣最南端開始啊 當然了那麼他是不是也要去北漂了 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他接下來說啊 那麼因為屏東的觀光 包括墾丁包括屏東的觀光啊 越來越蕭條 他覺得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啊 所以應該要想辦法恢復 我覺得韓國瑜的幕僚 可能在安排相關的 這個資料update過程當中 要把最新的進度告訴韓國瑜 否則像這樣的錯誤會越來越多 各位 上個禮拜不是國慶連假矽缸嗎 在墾丁半島的墾丁 創下今年有史以來人潮最高 5萬多輛車 然後15萬的觀光客 這個塞爆了整個墾丁 那麼除了墾丁之外呢 外溢消音因為塞爆了 所以塞爆到溢出去到哪裡去 到了滿洲 到了四重溪 到了車程 全部整個航空半島呢 全部塞出塞到了 而且呢是在中國 想辦法把這個中國大陸觀光客的自由行 掐住不讓他們來的情況下 團客檢討的情況下 沒有中國觀光客的情況下 塞爆了整個墾丁啊 大家笑笑笑發大財啊 那麼包括住宿 包括賣東西的攤販 包括相關的這個店家 大家都發大財啊 甚至於盛況 比今年過年的時候 人潮還要多 這個是上個禮拜才發生的耶 這四天連假而已啊 在墾丁就可以有這麼多的人潮 那當然也跟中央政府 民進動所執政的中央政府 他推了有關於你去住宿 我送兩百塊的這個夜市 我鼓勵你大家折扣等等 這相關的這個推動呢 這些折扣也有關係嘛 也就是如果你只要讓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激發讓他國內旅遊的話 滾水不生胎 那麼墾丁的觀光一樣可以回來 當那些負評啊什麼 有的 沒有的1天8百1000塊 那種負評都掃掉了以後呢 人家說墾丁還是那麼漂亮 屏東還是那麼美麗 還是很多人去玩的 可是相行之下 就在昨天韓國瑜市長說 那麼他要正式從今天開始請假的 鼓勇期 數據會講話 三天的中秋節 連續假期就好了 比較去年一樣 三天中秋節 連續假期 整個高節的搭乘人數 減少 包括高雄 我們去高雄都要搭渡輪 到旗津到哪裡 渡輪的搭乘人數也減少 你如果去高雄 到高雄 現在很多假日 禮拜六 禮拜天 在高雄 雲南的南高雄 沒人 辛絕江沒人 怎麼會這樣 山多商圈沒人 舊絕江沒人 現在連博二特區的人數也開始在減少 這表示 在觀光跟行銷上面有些問題 那你就必須去解決啊 所以你高雄這個現象沒有去解決 讓人觀光客越來越少 你不去自己自我反省檢討 你卻去講 墾丁 屏東 人變少 而偏偏上個禮拜 才創下 今年有史以來 最高最高的觀光人數 所以可見 你的資訊 對未到時代 好來剛才瑞德哥講到 高雄自己的觀光 好像韓國瑜沒有過好 現在反而去到南台灣 去到屏東 來給人家指指點點 另外我們來看到 是有些高雄市的議員 今天給韓國瑜取了一個新綽號 這個綽號是什麼 要叫他韓四分之一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韓市長之前說 他要到高雄的各區啊 都去做市政的請義 但是高雄有38個行政區 韓國瑜只走完8個而已 所以現在要叫他四分之一 好現在 這個高雄市民進黨團 還言語說韓市長這一套 根本就是詐騙之旅 來美美姐怎麼看 我先講其實高雄市民 我真的很替高雄市民心疼啊 韓國瑜真的是 四分之一 甚至於會不會更少 以他花的心力 我們算一算 韓國瑜先生 我先不要說他政見 說的一切都跳飄 對市政荒廢 你看他一上任之後 什麼東西都 不進入狀況 然後呢 先是過年的時候呢 這個大家他很高興啊 跑去峇里島打麻將 那好吧你說過年吧 大家輕鬆一點 我們也可以接受了 可是呢 接下來呢 你就看到他經常的這個不在 那甚至於呢 他說他 要選總統嘛 他禮拜一到禮拜五 他要拼市政 禮拜六禮拜天 才去拼選舉 我先請教一下 如果天災地變人禍的發生 他會管你是禮拜六禮拜天嗎 那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市長不在 這樣子對嗎 常態性的不在 萬有緊急狀況嘛 那我就怪算你說 好運氣非常好 禮拜六禮拜天都沒有續請 那禮拜一到禮拜五呢 你是怎麼拼市政的 有沒有被發現 11點才上班 有沒有 周刊不是追蹤出來了嗎 還換車嗎 很神秘嗎 11點上班 那被說了以後早一點上班 那早一點上班之後呢 之前遲到後來是變 早退嗎 為什麼 你連議員的總質詢 對不起 我們好貼心的國民黨籍的議長 就限制議員們 還要求靠啊 抽籤 運氣好 才能夠 質詢得到韓市長 6點半準時下課 因為市長要去跑行程 那現在是更離譜了 總質詢用靠運氣抽籤 總預算是我乾脆請假回避了 總預算是一個字 不是城市這裡最重要的 你的執政藍圖 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不是從總預算裡頭去編列 可以去顯現嗎 結果你迴避監督 那講的理直氣壯說 我有副市長有代理 我請問你 古尼酸漂那個名字 回去是叫做葉匡石 還是叫做韓國瑜 可以這樣做嗎 事實上剛剛瑞德哥講的 他說 你看人肯定就這樣 你高雄這樣 我告訴你 韓國瑜的標準答案 我都知道 陸克抵制啊 對不對 民進黨執政啊 陸克抵制高雄才這樣啊 那如果我來執政的話就不一樣啦 而且呢我來執政呢 中央就會資源很給力啊 我直接來幫助高雄 他不是都這個邏輯嗎 那我現在就很簡單的回應 這個韓大市長 第一 陸克抵制 不是只有抵制高雄啊 屏東 不是更在抵制之列嗎 為什麼屏東 人家可以創新高 為什麼一個台灣登節 可以辦的那麼好 全台灣人的驕傲 為什麼 潘孟安 因為這樣 被屏朽第一名的市長 人家用不用心嘛 人家用不用心嘛 那你韓市長你怎麼有那麼多話來說 那中央給你的資源不夠嗎 對不起 中央給你的資源補助 還真是 比馬英九時代都還多呢 所以 這些都是理由 都是藉口 所以所有的一切很簡單 就是 高雄很可憐的 他只是作為 韓國瑜的一個墊腳石 古年三明海世 我絕對拼到底了 我要給高雄人 對不對 這個貨出去人進來 高雄發大財 結果 原來是 錢心換 錢心換 一場遊戲一場夢 空在騙的嘛 我們這個市長 就從市長開始 金瓶這個心 就吃我來看我 整天就想要選總統啊 就是一場總統大夢啊 所以 他的太太 李嘉芬才會說出說 哎呀 這高雄市 把韓國瑜困住了 對不起 去年選民那一票 可是要投給你韓國瑜 四年的承諾 你四年 你毀約 你踐踏民主政治 你根本是責任政治於無誤 是對選民 的承諾於無誤以外 你現在是更理直氣壯 我是覺得不可思議到極點 親家親家這麼大聲 跟他講 之前都沒在辦公室 去抓包抓那麼多 親家親家說 蔡英文總統要跟他一樣 怕死人 這種人做總統就大海了 我請問 國家大事 可以看總統 你要選擇 我們就 國際無大事 國來無大事 總統是一個國家 憲政的核心 而且總統民選 他負有最高的責任 他也是 所有一切 權力 資源 總分配 權力的中樞所在 也是一切 老實說要推動一切 最關鍵的那個樞紐 結果你韓市長 你市長可以這樣做 你做了這種行業 你現在要選總統 這種行業 大家有選你做總統嗎 年輕人說 憲政的總統要跟你一樣去親家 你親家就已經沒道理了 叫人要跟你一樣 可見你連總統的職權 你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也不客氣的講 有一個 跟韓市長算是認識的 蠻認識的朋友 他私底下是很感慨跟我講 你知道他說妹妹我告訴你 其實是 他是忠貞的國民黨員 可是他說 說起來他很感慨 他說 韓國瑜為什麼要選總統 當然我們已經講了很多 選總統下去 政黨 這個選舉的補助款 政治獻金 你看他這種打法你就知道 這個 票出去 對不對錢進來 國瑜發大財 韓家發大財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他選上總統 他說你們就太不了解 韓國瑜了 因為選上總統 總統不用去國會 行政院長去就好了 有事情都行政院長負責任 他就介紹做全台灣最大的那一號總機 安坐總統府 什麼事情都行政院長去面對 他說天啊 有這個 有這個倒立嗎 這個就是韓國瑜為什麼拼了命要選總統 雖然他知道自己能力不夠 他知道自己經驗也不夠 他知道自己根本你不應該回背承諾 他也知道這一切其實是非常的勉強 他是一個 不及格的 不夠格的候選人 但是非做的到底不可 我不客氣的講 因為中央沒有卡你中央很多的支持你 更重要的是 你玩弄民主政治 你背棄對選民的承諾 你辜負了高雄市民的期待 你同時用藍綠對決 政黨對決 甚至於讓你的韓粉來製造仇恨撕裂這一切 來鞏固你的選票基礎 結果 選決結果 我擔心的是 不只是會輸了韓國瑜 輸了國民黨 台灣 因此 而被撕裂的傷痕 或者說互不信任 或者是說被扭曲 被醜化的一些觀念 到底 要讓台灣社會付出多大代價 要多久才能復原 韓市長這一次請假了三個月 很多人都愛說 這個三個月的寒假 比小朋友的暑假都還要長 很多小朋友都很羨慕 現在連柯文哲也很羨慕 柯文哲說他真的非常的羨慕 但是也替高雄捏把冷汗 他認為高雄很可能接下來三個月 市政都會停擺 請教一下藍營的宜貞 您怎麼看 韓國瑜市長其實現在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高雄市市長 一個是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那他今天正式請假 其實就代表說 他正式要在國政的層次上 和蔡英文總統來對決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今天第一天就從屏東出發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點還蠻有意義的 因為他是南台灣 台灣最南的地方 然後也是蔡英文總統的故鄉 那也是他現在競選主委 曾永泉的故鄉 也是他 李世川副市長的故鄉 所以我覺得從南台灣出發 這個別具意義 那剛剛我們瑞德哥稍微提到一下 就是墾丁 就是在國慶連假的時候 非常多人去觀光 其實我們也都非常開心 包括我自己也是在看那個 國慶的煙火 然後覺得真的辦得很好 但是我們會比較擔憂的是 他會不會是因為一次性的 國家性的 慶典辦在那邊導致我們整個屏東的 旅遊上升 如果只是一次性的話 我會覺得比較可惜 如果是可以常態性的把觀光人潮帶到屏東的話 或是甚至帶到全台灣的話 我覺得這個才是治國的一個方法 另外 我覺得請假或者是代職參選 其實對韓國瑜市長來說真的是兩面刃 因為 他即時請假或是代職參選 可是 並不會因為他請假 所以就解除掉他對高雄市的市政責任 或者是一些政治責任 就像我們剛剛美美姐提到的 如果高雄市的一些市政出了一些包 或是 可能包括什麼登革熱疫情 或是不是用 颱風來 淹大水 其實大家批評的一定都還是韓國瑜市長 所以他的政治責任 市政責任不會因為這樣子就 拋卻 而且他也沒有辦法拋卻 所以他的政治責任還是在的 但是身為民選的政治人物 他到底要不要請假 要不要代職參選 這個本來就是他要背負的一個責任 那現在他做出一個選擇 我們就是看他這樣的選擇 然後 我們在1月11號 也做出我們自己選民的 抉擇 去認為說 那他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到底要怎麼樣對選民交代 我們是不是要把總統的票投給他 還是覺得說 他乾脆就回去當市長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民選政治人物我覺得最重要的責任 另外一個我覺得要提到說 如果是用行政資源來進行一些選舉支持 大家同樣會批評 比方說過去 韓國瑜市長他在進行一些 就是助選 輔選或者自己的選舉行程的時候 大家也會批評 或是像柯文哲市長 他現在有時候也會利用市政的活動 去邀請他的政治夥伴 一起去參加國慶的升級 大家都看到 大家也都在批評 甚至像卓榮泰主席 民進黨卓榮泰主席 他最近也是有提到說 蔡英文總統他大部分時間是在國政 但是他也有少部分的時間 是在一些服選 助選包括他這幾天可能去到新竹 或去到各地跟 立委候選人站在一起 但大家也就會好奇說 那這樣子短短的一些 服選的行程 即使是短短的 蔡英文總統這樣的情況下 要不要請假呢 還是說他這段期間也是算是在 做國政嗎 還是說這是服選 這是大家比較疑惑的一點 那我要特別提到的是 2013年競選連任國民黨主席的 馬英九 當時他在登記說他要競選連任 國民黨主席的時候 他就馬上要請假自己的黨主席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他就覺得這是一個黨務的中立 所以 是不是 要競選連任的人 包括像 柯文哲 鄭文燦 林佳龍 潘孟安 這些民選首長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也是在法定的選舉期間 開始之後他們就先向市民告假 去進行選舉 那所以我們 我覺得大家要討論的可能是說 當你要競選連任 當你要選另外一個職位的時候 你到底要不要請假 你到底要不要代職參選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國民兩黨 或是其他政黨 都必須要思考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好來那我們就來請教一下 跟這個藍營對立的這個民進黨議員 來昆成議員 你怎麼看 現在很多人都愛說 韓國瑜這一趟請假 還有人說這是畢業之旅 你怎麼看 畢業之旅 差不多87天之後 不曉得還能不能回到高雄市政府 但我不是說他可以選上總統 就是說 這個第二階段的罷免案已經開始了 現在罷罕超過30萬 所以第二階段的這個罷免案應該在 今年的12月25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就會開始展開了 那所以對他來講 或許也可能是 所謂的畢業之旅 可是我認為 韓國瑜的 第一站來到屏東 他應該覺得更小 因為 第一站來到屏東的屏東縣的 潘孟灣縣長 隔著高屏溪而已 他的民調是全台灣第一 然後他隔著高屏溪的高投市 韓國瑜是全國的這個縣政長的民調是排在最後一名 那也差那麼多 對 所以他到高 他到屏東縣的時候他應該覺得很羞愧 只跟他笑說 我今天想買名 我來到第一名的這裡 管理屋這裡 我應該跟第一名的縣長來多學習一下 就沒有嘛 一樣在批評 你在這個屏東縣 批評第一名的縣長說 你看 這個屏東這邊肯定都沒有人來 然後講講講 我覺得韓國瑜現在 就到處去唱衰 講到哪裡就唱衰到哪裡 講到哪裡 就是說哪裡沒有人 其實瑞德哥講說 墾丁 在國際年假 這個人潮大爆滿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也都是 日月潭也是 這個人數比之前 這個陸客來的時候都還要多 這可見就是說 這個韓國瑜今天選擇的第一站的屏東 我認為 真的第一個 要跟高雄市民來參與 不好意思 我這個最美名的市長 來這裡 把第一名的館長 稍微學習一下 應該是這樣才對 那很多人講說現在開始放寒假了 所以網路上有很多 苦手的東西 包含這個 韓國瑜這個寒假的日記 還有韓國瑜專屬的 2019年 他的專屬的年曆 因為他年曆跟我們都不一樣 他最後的 三個月 全部都是紅字 紅字就是 見紅就放 全部都是 這個放寒假 放到明年的 1月11號 那所以說對於高雄市民來講 我覺得真的很可惜 那 這個高雄市議員講說 這個 韓市長是所謂的韓四分之一 我是覺得這樣說太客氣了 這樣太客氣了 沒有市長了 現在沒有市長了嘛 那所以 我認為說這個 韓國瑜把這個市長 這個名詞 把它演繹得很好 因為 市長的這個英文 叫做 M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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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啦 Mayer 所以韓市長 Mayer 把韓國瑜把這個市長變沒有了 所以我這個市長 高雄 Mayer Mayer 高雄就沒了 所以 韓國瑜 韓國瑜也很厲害 把高雄變不去了 市長也變不去了 所以說對於高雄市民來講 我講 4分之一 我們現在高雄市的議員 算是很客氣了 其實他就對 高雄來講是沒有了 現在高雄市是沒有市長 那其實 你說之前有沒有市長 其實之前也沒有市長 可是至少有一個 像有一個稻草人一樣 我們講說稻草人 無分有體 那至少說 質詢的時候還會去 還有一個形象 擺在那邊 無分有體 好像中車人一樣 那現在連稻草人都沒有啦 現在是一個 人形立牌 對人形立牌質詢 我們新北市議會 也很有經驗 一針比較沒有碰過 我們上次也是質詢過 朱立倫的人形立牌 那所以說 其實那時候 大家新北市民對於 朱立倫的反彈 在當年選 總統的選票就可以 看得到 那現在同樣的 高雄 韓國瑜把高雄市的市民 把它拋開了 把它放生了 然後就是說 棄於高雄市民於不顧 其實這個都會 顯現在他的 這一個民調上面 或是顯現在他的 這個市民 最後在投票上面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他現在 把這個高雄市民 認為說 這個不重要了 那其他的 其他縣市才重要 那我覺得對高雄市民來講 真的是 情感上 情何以堪 就是說 請問這個市長把你拴到89萬票 那結果你就棄我們不顧 然後開始要到處跑跑 然後說 棄你們不顧 是因為我覺得說 去其他地方 能夠回來再救高雄 這種說法對高雄來講 也沒辦法接受 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嘛 那所以說 對於這個高雄市民來講 現在我認為 懲罰 韓國瑜這個不稱職 這個常常請教的市長 其實就是用選票 用選票來教訓他 其實在 明年的1月11號 你們其實 選完了 這個總統選舉之後 不要忘記了 這個接下來還有這個 所謂的罷免 也要繼續再努力 其實要讓 就是要讓所有的政治人物知道說 你今天當了一個市長 然後你不到10個月 然後你請教了3個月 那當然最後 這個政治責任 就是要由 韓國瑜他要來承受 可是 韓國瑜承受的是政治責任 那對於高雄市民來講 他們承受的是 更大的人就是說 酸傑啟動最後不見了 我覺得是 那種 好像被背叛 對就背叛了 然後這一個 被放生了 然後被背離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種市民的感覺 尤其 高雄人 因為我也待著 該顧高雄 高雄就是說 你對他好 你對他幾分後 他給你5分 給你8分 給你10分 可是你如果真的對他無情的話 一樣的 他也會用這個選票無情的對待你 所以我覺得 韓國瑜這一次 你說 把市長 請假 我覺得 與其這樣子 還不如把市長都辭掉 真的把市長都辭掉 那 這個 顯現你這個破釜 陳舟的這個決心 我覺得更好 因為就是辭掉市長之後 反正換葉匡時銀來走 我剛剛做得不錯 就覺得說我們三個副市長 各式其實也大概不錯 那你 把這個 市長也辭掉 也不怕 被換掉了 就是說你把我換掉 人家說你還有市長可以當啊 我現在連市長都辭掉 千萬不要換我 因為把我換掉 我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 破釜 破釜神舟決心 把市長也辭掉 我覺得 你的民調 因為昨天一個民調 好像是 請假 多了3% 如果把市長辭掉 大概可以多5% 看起來不得了 對對對 那所以 這個韓國瑜如果 真的要救他民調的話 一定 剩下最後8幾天 一定要下猛藥 這個請假還不算 遲掉社長 這個才有 這個才算是特效藥 來 昆成議員提出特效藥 請假不如請辭啦 韓國瑜呢 就像剛才議員所講 他是這個施政滿意度 全國最後一名 結果他跑去這個施政滿意度 全國第1名的屏東縣 不過呢 他再度老調重彈 說這個南台灣沒有機場 生命力就放不出來 好真的是這樣子嗎 下段節目回來 我們再請民佑 來幫我們分析 好回到節目現場 今天選戰倒數87天了 先來請教一下民佑 韓國瑜是不是又在畫大餅了 還要說這個南台灣 沒有機場生命力就放不出來 我的老天爺 我記得屏東有機場 因為營運不佳 現在有一點 只是國內將落益 他竟然可以把這個證件 再拿出來 你不要忘記 他在雲家南 不是要蓋一個國際大機場 你還忘記 他在台中彰化 要蓋一個庶民賽車場 沒錯 你這些想法 東部不是花蓮還是台東 再蓋一個機場 國際機場 我的老天爺 你當作 台灣都是靠航空飛行的款 我們有很多山項美景 靠開車靠用車去看 所以我認為 韓市長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他沒有整體的去考量到 甚至我覺得他的國政團 根本就是打上一個不及格 為什麼 因為你給你的組織 你給你的老闆 他是要選總統 他不是像潘恒旭站的時候 畫一些大兵 說有的沒有的 他現在要面對 是國家的問題 是面對 他要怎麼建設台灣 台灣更好呢 剛才瑞德哥講得很清楚 因為我剛才很專心在查一下 觀光局的數據 其實 俄倫比那附近 最近的 這個 成長觀光率成長率還蠻高的 大概都在10幾 這20% 比起去年來講 甚至整體台灣的 這個觀光成長 比去年同期都要好很多 所以我認為說韓市長在講這些話什麼 要喚起屏通的蕭條 我的老天爺你上任10個月 又老又窮的高雄現在怎麼樣 剛才大家都提到 天下雜誌做的 第一名 跟 最後一名 第一名是潘孟安 最後一名是韓國瑜 我還記得韓國瑜到 台中去 還跟倒數第二名的互相取暖了一下 結果 天下雜誌 不斷的被 韓本攻擊 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所以你有臉到屏東去 你就好好的說 我最後一名的 來找潘縣長我要跟他請醫一下 他怎麼把他的 政績做得那麼好 你看在辦那個 國慶煙火的時候他在後台非常的緊張 然後讓觀光客人夠聚集 全 有史以來 最長的煙火表演 那我想一下說韓市長 你不要忘記你光辦燈會是辦的怎麼樣 龍舟賽辦的怎麼樣 有目共睹啊 歷歷在目啊 所以呢 一個最後一名的市長 現在代表中國國民黨要參選總統 去嘲笑第一名 對去跑去嘲笑第一名 然後去說 人家屏東 山美 水美 人美 你去的時候我就不覺得美了 因為 依你的美學觀念 然後你去到屏東 要去批評人家 我告訴你現在 不管去到哪一站 甚至你去到妙妙姐的縣市 人家還是一樣笑你 因為你還是輸 林之妙 所以我認為說 韓市長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他的幕僚不及格 給他講稿也不及格 要嘛就是這個總統 候選人不及格 有時候幕僚給很好的建議 他完全不照稿鏈 他認為他自己很有創意 很幽默 用講這種口號 可以激起現場所有支持的 韓管的熱情 你真的活在同溫層 有時候我替 鄭長倫 感到 不平 為什麼 人家都已經跟你講那麼白了 你說 該給你的 馬英九總統前幾天也說 該給他 借年都給了 然後鄭長倫也說 我說的鄭長倫就是朱立倫 他說了 他說 要把 朋友 要增加一點 敵人少一點 不要活在自己的同溫層 可是他的 平民土地之旅 光這個平民土地 我就充滿了歧視的意味 然後土地之旅之後 人家跟你說 不要活在同溫層 我感覺上你還在同溫層裡面打轉啊 你看國民黨現在的心理素質會怎麼樣 會覺得說 這個平民 那國民黨 的立場是什麼 那 誰是 高級的 誰是低階的 什麼什麼 你又在搞這種階級對你不要忘記 你是一個 剛做十個月 請假的市長 甚至你逃避了 市政總質詢 沒辦法去表現出你的 幽默 專業 然後你就忽然間 跳出來去批評人家民調第一名的 縣市首長 我個人覺得 韓市長 你要開政見 或批評別人自己 之前 先把自己的鬍子刮乾淨 好來韓國瑜自己上任十個月就請假了三個月 好那他自己請假就算了 他現在還要蔡總統也來請假 好總統可以請假嗎 來看我們的報導 出席國際智慧能源州開幕典禮 總統蔡英文拼經濟脚步不停歇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最新公布的2019年 全球競爭力的報告 台灣跟德國美國瑞士 並列全球四大 創新國 那麼方向是對的 政府跟民間就要更進一步的攜手 我們繼續的往前走 連任之路面對對手韓國瑜來世兄兄 開始請假衝刺選戰 總統定調國政優先 一整天超過十個行程 馬不停歧 不過藍營竟要求總統也要請假選舉 總統難以置信 新當選的 直下市的市長 就任不到一年就請假三個月 參加另外一個選舉 其實就是一件 錯的事情 那現在還要叫一個 現任的總統 請假更是荒謬 如果總統請三個月的假的話 那這個國家 將會面臨一個停頓的狀態 這是不可取的 選前倒數不到90天 儘管各方民調都顯示 蔡總統領先幅度不小 但韓國瑜接受媒體專訪 卻說兩人民調接近 否則蔡總統不必搶中華民國選票 蔡總統不以為然 他還是 對一個國家的重大的議題 還是以選舉為導向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集結這個社會最大的共識 這樣子國家才有團結的基礎 那我想的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要集結這個社會最大的共識 更讓蔡總統無法接受的是 韓國瑜以阿拉丁神話裡的 神燈精靈和戒指精靈 比喻兩岸狀況 這個神燈跟精靈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比喻 其實我們最期待他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 他如果做總統的話 他會有決心來保衛 我們這個國家的主權 來保衛我們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堅持維護台灣人的民主自由 和國家主權 蔡總統要對手做出同樣的承諾 一較高下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美美姐 到底這個國民黨跟韓國瑜 這是什麼樣子的神邏輯 居然要蔡英文也一起來請假 我就是覺得說老實說 他可能以為說 攻擊是最好的防禦 因為 坦白講 為了請假這個事情 其實 之前還煞費苦心嗎 不是有別的問題嗎 然後丟出來來轉移大家的焦點嗎 那現在呢 又反手圍攻說 那你蔡英文你應該跟我來請假 表示說你全心要來批選舉嗎 這樣子好啊 就 你像蔡總統人家只講一句說 這個是荒謬 你請三個月就不對了 然後 總統是國家的重心 你叫現任總統請假去跑行程 像話嗎 這更曝露出他的無知啦 我坦白講 那這裡面就是說你也看到他那個內在 其實是很空虛的 他是很害怕的 我發現他有一點 有一些邏輯是有趣的 之前 為了要逃避嘛 因為大家一直在問說你什麼時候請假 他外公啊 然後他就突然拋出一個說 我給你辯論兩岸政策 那大家就在討論說 哇 來辯論兩岸政策啊 兩岸政策不是他最落下嗎 用政治性的話題來轉移掉 人家追問他是不是要請假 那你寵媳婦一定要見公婆吧 結果呢 這請假問題 這也是他的痛點 他馬上拋出來反手圍攻說 不然你蔡英文你也要請假你比照我一樣 我發現他有一點這種 他的慣性大概是 越弱的地方我就越 反手圍攻 顯得好像我不心虛 可是他就是越自負其短 好像要掩蓋缺點 對要掩蓋缺點 然後甚至認為說 我這樣子好像我很理直氣壯這樣子 可是 我覺得韓市長他忽略掉一點是 你是真材實要選總統 他去年是非常幸運的 因為這支嘴很厭講話 很會造夢很會燃燒熱情 所以 選民對他是陌生的 因為他已經離開政壇十幾年了 所以願意給他這個機會 但是如果用經驗主義想說 我今年又繼續用這支嘴 我就可以 抱歉 你好已經19歲了 人家看你19歲了 你有多少本書大家都知道 那這中間裡頭又經歷了多少的跳票 多少的這個老實說言行不一 又多少的謊話被拆穿 所以他已經不是去年那個素人的韓國瑜 貌似素人的韓國瑜 而是其實已經是滿面風霜了 那你要再利用去年那種經驗 以為用話術 就可以來帶動熱情 就可以來逃避問題 就可以來轉移焦點 甚至於呢 即使是很草包 但是外交說 這樣賓出的就好 那他真的太小看選民的智慧了 所以高雄市民是最早覺醒的 為什麼現在30萬人 連署已經傳朋友在等你 這是真恐怖的事 那表示說高雄市民沒有辦法忍受一個市長是這個樣子 你做不好 你做不到 你才剛接你講我來看我你就要落跑 那因此國民黨現在就是左之右處 你看到 狀況就是說 國民黨中央的輔選團隊跟 韓國瑜這邊 我不覺得他是嘎在一起的 吳敦毅連 點頭當他的 主任委員都不願意 那是叫做明則保身 因為我也可以很坦白講 今天韓國瑜 他若是民調第一官 有等他半名的白就白 去做他的 那個主任委員 如果他的民調還是那麼好 那到處應該都是候選人跟他合照的看板 可是現在變成是說 國民黨黨中央 自己做一套 韓國瑜這邊似乎 也不會讓國民黨中央太介入 他好像有自己的團隊 可是自己的團隊又亂七八糟 然後國民黨那些立委候選人 就雖然夠四名 韓國瑜這邊又是腳步凌亂 所以 我認為韓國瑜是急著 他要把握他人生可能就這麼一次機會來選總統 可是問題是能力團隊什麼 通通都是不到位的 因此這一切你才會覺得說 腳步凌亂 左肢右肅 只會越來越自曝其短 那其結果是什麼 其結果就是 國民黨推出了一個 不合格的總統候選人 國民黨是被 應該說韓國瑜被韓粉綁架 然後呢 國民黨又被國瑜黨綁架 那國民黨到最後就炒作 是國民黨在炒作 亡國感 韓國瑜從頭到尾他會 他能夠一直講 我像他就剩一包就說 蔡英文如果選上 陸客就不會來 台灣經濟就賣 然後呢 喔 兩岸會有戰戰爭 什麼天搖地動有的沒的 又來這一套 可是這一套話術 都沒有用了 我覺得這一切 很簡單 韓國瑜是本末倒置 如果今天你不要操之 你市政好好做好 你連任的 大家肯定你 你可以再找一個傳奇 可是今天 他亞苗助長 他本末倒置 因為私心 因為貪婪 那 結果呢 腳步凌亂 那其結果左姿右觸 老實說 再多的話術 再多的轉移焦點 到最後 萬事不離其中啦 就是一句話啦 他是一個值得信任的 候選人嗎 選民偷給他會更好嗎 我覺得台灣選民很清楚 已經有答案 看看高雄 再看看他的民調 那答案一切都 盡在不眼中了 好 剛才美美姐講的 大家也都很有疑問啦 到底這個韓國瑜 是不是被韓粉綁架 而國民黨是不是整個都被 國瑜黨給綁架了 國民黨現在是不是真的沒有招了 居然想出這波 叫蔡英偉也一起來請假 好 這個總統 剛才當這樣親親菜菜親尬嗎 休息之後我們再回來討論 回到台灣上前行的節目現場 韓國瑜今天到屏東 嗆聲小英 一起來請假選舉啦 總統府也回應喔 很訝異啦 原來國民黨把市長請假不管市政當作是美德 先來請教一下瑞德哥啦 這個國民黨這樣是什麼神邏輯啊 中華民國的總統啊 那麼按照我們五國的憲法規定 所以就是人家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沒有請假這回事 他晚上回家睡覺對不對 他在洗澡的時候也都是總統 他不會因為說 我去做什麼事 我就不是總統 然後呢 我要做總統 說我親家七天就要十天了 就要來工作 沒有關係 中華民國的總統只要當上總統 5月20號就任開始的那一天到現任為止 都是總統 那麼中華民國總統有沒有 暫時離開職位的 有 中華國民黨的這個總裁 蔣介石 下野 下野就是 我是總統 不過我現在不會做總統的事情 所以副總統 李中仁帶你 那麼 韓國瑜這個邏輯 這個神邏輯啊 一開始是 好像是這個國民黨南部的議員 提出來的一個概念 就沒想到韓國瑜市長今天竟然會在屏東呢 說出這樣的 離譜的話出來 不是台灣每一個政治人物都這麼好命的 我的寒假放得比你的暑假長沒那件事啊 也不是台灣的那個政治人物包括政務官在內呢 包括縣市首長在內呢 都這麼好命的 做第一任 就可以做幾個月以後 馬上請三個月 然後去打另外一個總統大選啊 你要怎麼做 你自己做決定 國人 組合國人黨 你要承擔那個 後座力 那麼 可是呢 你沒有 權力跟資格去要求 你的對手 就要根據 你這樣來做 因為很簡單 就算即便是這個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他是總統一天 他住的地方就有為安特勤的隨乎 抱歉 你不能像以前一樣 說我來去小七買一個泡麵 還是說哪裡 整個人全部都要對 因為你不是你 你是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 你的身份跟別人不一樣 那韓國瑜市長你要怎麼做 我們尊重你的決定啦 那是你的權利嘛 尤其在 在這個高雄市議會是國民黨多數決定的情況之下 不然你是要怎麼 那麼剛剛這個 剛剛昆成委員講到說那個高雄Mail就是高雄沒有市長嘛 對吧 那麼韓國瑜市長啊很喜歡唱歌 去年唱夜席 對不對 那昨天要請教的時候唱了我現在要出征 台灣政任節目唱歌的人不多啊 哎呀不得了 這個真早有夠 我們的市長要跑到那兒去了 快點早一早 快點早一早 就是這樣 未來三個各位 高雄市民 你沒有市長啦 三個府市長說他們很專業啊 當過部長的啊 當過副市長的啊 所以這樣 那高雄就不用市長 高雄選府市長就好了 就不需要嘛 高雄市長 葉匡市長做好 李四川做就好嘛 你沒有一個 有一個跟沒有一個不是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也不一樣 不然你穿這個市長要做什麼 高雄市民 若是 現在 你們自己門心自問 你有 發大財 例如台灣首富 你們高雄 很公平的 你投票韓國瑜的89萬人 你們自己非常的光榮 你票都投票韓國瑜 我沒意見 如果他實現 他的競選 兌現他的承諾 我沒意見啦 高雄人自己心知肚明啊 你去高雄看 他會拆沾 以南 沒人 沒觀光客 他現在還跑去屏東說 你屏東的觀光不好 你先把高雄的人撈撈撈撈回來吧 為什麼你的承諾沒有兌現 我高雄人又報告一個最新的消息 本來韓國瑜市長跟前一任的觀光局長 潘恒旭說的 寶可夢 今天確定 沒有了 連明年也沒有 都沒有啊 我們說坦白了 我沒有支持 蠔友宜 他是國民黨的這個新北市長 不過人家最沒有 新北市民最沒有 整幾天才有去捏過保可夢 辦的超好的 對啊 他也是國民黨的啊 他這樣我也打破啊 很多你本的朋友 很多人都要捏限量版的啊 啊奇怪 白白是中國國民黨 人蠔友宜就要扮保可夢 你們就扮不到 扮不到就算了 因為年初 講到現在 寶可夢連一隻跪也沒有連一隻腰也沒有 現在連迷你也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心跟無心而已 他剛才說到這個算是基調 也跟你們報告一個好消息 後來 高雄的榮總 要在屏東蓋分月 今天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屏東的總嘉賓 體育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屏東我經常在這裡 屏東啊 很長很大 很遠 所以 尤其是老人家還是 有什麼疾病的時候 你如果要靠開車對不對 蜿蜒三路很不方便 太慢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空中情務總隊 因為台灣 高鐵現在馬上要為 周年延伸到屏東 還要幾個年 在過零人中 那麼 便宜 準備要蓋了 隆重的屏東要蓋了 以距離屏東 現在的基庁 不用像韓國人說要蓋一個大基庁 叫人屏東的地 為了要 鬆到你們高雄人 不是這樣 屏東這個地方 現在的基庁 就直接當作醫療專機使用 我們現在空中情務總隊有沒有 摩托機啊 你在山上在哪裡 你只要蓋一個 停機瓶就好 摩托機的停機瓶又很簡單 一個H這樣 降落就好了 然後呢萬一有急事的時候可以為那馬上 後送到一輛專機後送到屏東機場 為什麼說是屏東機場 各位給你報告 因為 榮總高雄 高雄榮總的屏東分院距離 用救護車的速度 距離屏東機場6分鐘 後送過來馬上過去 那就可以救更多的屏東人 這才是實用的 這才是實用的東西啊 不要去看那個遠邊的彩虹 先看看旁邊的玫瑰 這句話好熟誰啊 吳敦義講的 你知道嗎 所以 先去告這個吧 他現在要請到 現在要做什麼 我都沒有意見 問題是你去回頭來看他 過去這10個月以來 在高雄所做的事情 還有兌現多少承諾 這樣就好啊 不能說得隨便跟全部不合 對不對 什麼國家安全 人民有錢 你叫高雄有沒有錢嘛 高雄市民你們有錢嗎 你們賺大錢的話 那表示他是真的嘛 沒有觀光客人數變少 搭乘的包括從高潔一直到這個旗巾的渡輪包括什麼都變少 人都賠償 觀光客賠償 至於啊你說肯定的對不對 今天有一些肯定的民宿業者 把韓國瑜控告說就是要入客就是要入客 韓國瑜說如果他東選總統 沒有 我記得 中國共產黨當他們宣布要把自由行動都塞起來的時候 韓國瑜市長那時候就來呼籲過 那麼國民黨的黨主席吳敦營還派了特使 張顯耀到了北京建的國台辦主任 劉潔一 就是希望不要塞起來 給他們來嘛 那好奇怪 如果韓國瑜市長你跟對岸中國 九二共識 不管是一個中國還是一中各表 你觀光這麼好 為什麼他不甩你 你現在就可以了 你現在就可以讓入客 就去嘛 就去台來台灣觀光嘛 這裡都不要算蔡英文沒關係 啊不然屏東沒辦法去你也去高雄嘛 對不對 去台中你們執政的嘛 為什麼現在不行 為什麼人家不甩你 人家現在都完全不甩你 以後就會甩你啊 還有一件事啦 雞蛋不可以永遠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當你1000家民宿 因為入客暴增到4000家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叫做風險控管 我們要開店 我們也要知道說我們賺多少錢 不可以說有可能要賺多少錢 我們把店面四家攔得很大對不對 去組織 人家沒來 就熟了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拿著觀光客來作為人質籌碼的時候 你在怪我們的政府很奇怪 你應該去呼籲 中國共產黨 把人放回來 讓他們人可以進來我們台灣才對嘛 好來這個韓國瑜的這個問題 真的很多 尤其他現在民調 一直不斷的在下滑 已經連續落後 小英好幾週了 好不過現在這個黨主席 吳敦毅居然說 他真的很忙 沒辦法接這個 競選總部的主委 好真的只是單純 太忙而已嗎 稍等一會 我們等一會再做回來的討論 謝謝大家